在前不久,C罗中国行的时候和国足球员王大雷却互相交换了签名球衣,但两人在对待对方签名球衣却是天壤之别。 有网友就发现,王大雷最近是把这件价值连城的球衣挂在自己店铺上,成功吸引不少顾客的光临。 北京时间7月19号,相信不少球迷肯尼还记得C罗市世界杯结束之后是开启了中国行,当时最有意思的是就是在北京和鲁能门家王大雷碰面,同样身为足球运动员。 所以C罗市大厂主动送了一件自己的签名球衣就王大雷,那时王大雷看得出是相当激动,而作为回认,王大雷也是主动送了一件自己的签名球衣给C罗。 不过这件王大雷的球衣对于总裁来说,可能已经是忘了放在哪里去了,但对于王大雷这件C罗亲笔签名球衣就价值千金。 近日,有网友就发现,在王大雷潮牌服装店的门口中,是画出了C罗的这一件签名球衣,而且是用玻璃矿箱签起来,就像博物馆珍藏品一样,显得相当强颜。 值得一说,王大雷这一做法,确实是将写出自己做生意的才能,单单是因为这一件球衣,就吸引不少球迷到场拍照观看,这也是进一步促进了他店里面的销售额。 一瞬间,王大雷这件小衣店彻底火了,恐怕不做足球运动员的话,大雷确实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料,相比起其他球员。 就像高林,顶艳与豪德,都是收到过货赠的球衣,但是都没有王大雷这这样做。 然而这一做法也是备受争计,有的球尼调侃道,大雷啊大雷,怎么不把你的肌肉账和球衣,也挂在你家的店铺中啊,可你当也是圣欢迎,很多人想砸了。